我把你救死 你别把个人救不掉 我把你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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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才子 回家啃老 卧床三年 闭门不出 吃喝拉撒全在卧室 饭要端到跟前才肯吃 还对母亲拳打脚踢 恶语相向 自称被卫星长期监控 眼前这个大喊大叫的男人名叫谭伟明 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小乡村 父母都是农民 平时靠家里的吉姆弟和外出打工养家糊口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唐伟明打小就十分乖巧懂事 经常带着弟弟下地帮忙干农活 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不好 在班里经常倒数 但是小山村里出了名的会话天才 为了改变命运 送孩子走出山村成就一番事业 父母望子成龙 砸锅卖铁供唐伟明学美术 弟弟甚至主动提出辍学外出打工 节衣缩食省吃减用 减轻压力贴补家用 弟弟的离开父母的期许 在这一刻是动力也变成了重担 唐伟明不敢懈怠分毫 奋起直追猛补文化课 一有时间就不停的画画 梦想考入中国美术学院 2006年3月 美术联考如期而至 唐伟明凭借极佳的绘画天赋 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但文化课不尽如人意 最后与中国美术学院擦肩而过 眼瞅着离梦想只有一步之差 唐伟明不甘心 自来想去选择了复读 2007年经过激励的角逐 他再次因文化课成绩不高 与中国美术学院擦肩而过 最终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录取 收到通知书 一家人喜笑颜开 结果打开一看 心咯噔一下 一年学费28000元 四年下来光学费就要10万 唐伟明想放弃 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 父母一听立马变了脸色 不行 这个学你必须上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不能放弃 为了凑够学费生活费 父母四处奔走 东拼西接 唐伟明也没闲着 却做了暑假工 2007年9月 他带着全家的希望 步入了大学校园 之后的学费 母亲一有钱就给点 实在没钱就拖着 学校得知情况后 减免了一些费用 对于欠款也并未催促 出入校园 唐伟明看着四周新奇的一切 有点不知所措 自卑感越来越重 心里极度敏感脆弱 大一的时候还比较温柔内向 上课绘画没有任何异常 努力画画 想着毕业后找个好工作 回报家人 但到了大二的时候 他突然性行大变 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不是猛的起身狂砸饮水机 就是看不惯雕塑 给人家泼油漆 同学一句话说的不合心意 他就大发雷霆 渐渐的 没人再愿意和他同住 校方一波谈话 感觉这个孩子可能精神上出了问题 十万货机找家长协商 建议父母带孩子在上海的医院 检查治疗 并发动全体老师 筹了五千元 学生在上海有医保 比较方便 后期如果有所好转 可以回学校继续学业 可唐伟明的父母 并不觉得孩子有病 认为只是累的 小打小闹而已 而且上海的医药费太贵了 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母亲随即签下协议 拿走了五千元 将儿子带回了家 没有检查 没有心理辅导 也没有吃药 而在唐伟明看来 自己不能上学 落到今天的地步 全都是因为母亲签订了卖身协议 他满腔怒火 回到家直接摊在床上 闭门不出 卧床不起 声称自己受到了卫星监视 一下床就会遭到冲击波袭击 饭菜都要人送到床前才吃 平时不是念叨着卫星 就是在床上画画 写毛笔字 不孝则兴 孝则王 每次看见母亲 她就恶狠狠地盯着 大声叫骂 又蠢又笨 蠢婆子 你个农民知道什么乌言会语 都怪你 你咋还不死 话里行间都是对父母的仇恨 这一窝 谭伟明直接窝了三年 谁也没有想到 曾经那个知书达理 好学上进的男孩 如今萎靡不振窝在床上 只露出一双眼睛 基本与社会隔绝 每当母亲试图谈心 改变儿子的时候 谭伟明就会大发脾气 恶语相向 大打出手 看见什么就拿什么打 夫妻俩无可奈何 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决定向记者求助 经过几天深入交谈 谭伟明戴上帽子 霍天荒同意下床出门 到医院进行检查 刷牙洗脸 整理画家 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转了姓时 男人一个加速 撒牙狂奔 直接开溜 母亲赶紧冲上去 双手紧紧抱住 谭伟明挣脱不了 大声喊骂 甚至要拿椅子开打 解访四邻见状 赶紧阻拦 最终 大家半劝半强制的 将谭伟明带到了医院 看见医生 他张嘴就是卫星 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些疾病 医学知识 要通过卫星来传播或者管理 没有卫星 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经检查 医生初步考虑是精神分裂症 病情十分严重 急需住院治疗 如果三年前就进行干预治疗 或许病情不会发展到 今天这般严重 看着儿子的诊断书 父母气不成声 有些无法接受 年龄比同龄同学要大的自卑 家境贫寒 而无法融入集体的孤独 大城市人情社会淡漠的无助 原生家庭深切希望的重重压力 家庭的穷苦 弟弟的辍学 一个又一个包袱 压在他的身上 谭伟明变得越发偏执 自怨自艺 越陷越深 多年过去 谭伟明渐渐消失在大众视线 或许 在某个角落 这个曾经的复旦才子 正意气风发 画下人间美景 重火新生